大家好,今天将分享一个小圣诞树的勾法 所用到的材料和工具有绿色的毛线 因为线比较细,我用2.5号的勾针 小剪刀,缝毛线的针 一个矿泉水瓶盖 还有一个白色的小岸钉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现在7针 勾16个锁针 然后呢,回过头来隔一针 勾引8针 一共勾3个引8针 然后勾3个短针 3个中长针 3个中长针 然后是3个长长针 然后勾4个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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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在港上勾3个锁针 之后在这到书 3个锁针 然后勾3个锁针 和1个锁针 然后勾4个锁针 然后勾4个锁针 占6个锁针 中长针 3个锁针 1个锁针 端针 3个锁针 再勾四个锁针 勾一个引发针 长针 中长针 短针 引发针 这个还可前面一样 最后一个引发针 然后勾两个锁针 在这勾引发针 紧接着这儿 共三个引发针 三个短针 然后算个中长针 至今 中长是 三个长针 三个长长针 四个锁针 一个引拔针 一个长针 中长针 短针 引拔针 四个锁针 引拔针 长针 中长针 短针 短针 引拔针 下面这两个和这 全部都一样 中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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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弹 中长ou 中长针 现在这第二片也够好了 然后呢 这儿留长一点线 然后断开 现在把这两片对齐 红一块 这儿留长一点线 感谢观看 现在这个 小圣诞树就勾好了 然后呢 用这个胶把它粘在这个瓶盖上 现在这个小圣诞树就粘好了 下面把这个图丁插在上面 现在这个小圣诞树就完成了 最后呢 还可以用绿线 在这个圣诞树每个角上 缝上小珠子 这样圣诞树会更漂亮完美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 希望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观看 下次见